1994年的时候 我高中毕业 因为五分之差 和大学失之交臂 只得走上自己谋业之路 我家就住在城郊 房子不远处 有一座进城的大桥 过了大桥 便是我们县城的服装市场 我小姨在服装市场出建城时 就在市场里租了她类卖衣服 我没事的时候 就经常到她台上晃悠 打发时间 服装市场里面几百个摊位 不仅经营衣服鞋帽 应有尽有 旁边还有一个菜市 非常热闹 小姨看我闲着 就劝我说 绿萍 你干脆也来市场租贪类卖衣服吧 自己做生意不仅自由 收入也并不比你出事打工差 我回家和爸妈商量 他们都很支持我去做点小生意 况且 有我小姨带着我做 他们也比较放心 当时租下一的摊位 转让费用了三千元 月租一百八十元 加上出货的本钱 大袋花了六七千块钱 都是父母资助我的 我答应挣到我钱 就把本钱还给他们 市场里 大部分摊主卖的 都是年轻人穿的衣服 都是中低当价位的 小姨就告诉我 我们最好不要去盲目追风 而是应该反其道而行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门店买中高档衣服 而一些上了年纪的乡下老年人 买东西讲究经济实惠 他们反而经常来综合市场闲逛 做老年人的生意 竞争相对要小一些 小姨的摊位上 主要经营的也是老年人服饰 她手把手地带着我怎样多卖货 怎样到省城的批发市场去全体拿货 各种贵样的经营能道 小姨都事无巨细地告诉我 谢而有小姨的帮忙 我学到了很多做生意的经验 由于我店铺的衣服裤的种类比较齐全 我又讲究薄利多销 许多老年人就都喜欢来光顾我的铺子 这样我的服装铺子就见面积累了一批老顾客 每天都有现金进账 我觉得靠自己的日子过得开心又充实 还清了借爸妈做生意的本钱 我更是感觉一身轻松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做到自食其力都应该是最好的活法吧 在我做生意一年后 也就是我21岁的时候 我想不到自己会因为一场误会 结识了一名军人 而且我们之间还有了进一度的发展 但是腊月的一天 因为要过年了 到综合市场来买新衣服 过年的人特别多 平时市场摊位的过道上 只有稀稀疏疏的人走过 但那段时间 前来看衣服的人 不仅挤满了我们的摊位 连过道上都水泄不通 我正忙地招呼几个顾客 给他们取衣服是穿时 就见一名穿的军装外套 脚穿军靴的年轻小伙子 搀扶着一个农村老太太 到我摊位前看衣服 小伙子个子高高地 相貌端正 他身上绿黄的迷彩大衣 更让他看起来精神抖擞 增加了不少的回头率 我笑音音地招呼他们道 你们看衣服吗 我这里有今年流行的大衣和棉袄 你们慢慢看 有选中的 我就拿下来顶你们试 青年微笑地对我说 我带奶奶来买过年的新衣服 小妹你眼光好 帮我奶奶看看吧 她穿什么衣服比较适合 我微笑着 看了看老奶奶的身材 就为她取下了两套 样式不同的棉衣 帮着她脱去外套 是穿新衣服 王奶奶最终选中了一套 碎花的棉衣 她一直站在镜子面前 细细端向着自己 看得出来 她很喜欢这件棉衣 想到年轻小伙 一般买东西都不会降价 而且一看她就是当过兵的 从小我对军人就有一份好感 所以我只报了一个适中的价钱 并没有打算赚对方什么钱 我对老奶奶报了价钱后 这时铺子上又来了几位 看衣服的顾客 我便忙地招呼他们去了 老奶奶一直还在镜子前 欣赏她穿的新衣服 她孙子说 奶奶 你喜欢着穿的新衣服走吧 我帮你拿着衣服 王奶奶满心欢喜地连人硕士 然后就昂首挺胸地走出了铺子 把人家走了挺快的 她和孙子也快步跟得上去 我做完新来的几个顾客的生意 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这才猛然想起 刚才那老奶奶和她的孙子 居然直接穿走了我的新衣服 他们还没有付账呢 那一件棉衣 我的拿货架都是八十元 只卖给他们九十 连路费钱都没赚到 他们居然一分钱不花 就这样把衣服穿走了 真太可恶了 我心里一阵着急 连生意也顾不得做了 让隔壁的摊主帮我住一只店铺 我就冲进了人群中 去寻找那组四二人 但是 整个市场里面人群拥挤 我点着脚 到处张望 都没有看到 穿迷彩服的那个青年 和她的奶奶 我心里嘀咕着 他们怎么消失得这么快 难道是故意来吃白食的 但我没有放弃 依然到处张望着 好不容易在卖帽子的摊位前面 看到一抹迷彩运 我赶忙冲上前 看到那正在是戴着帽子的老妇人 她身上穿着的 正是我卖给她的花绵衣 那站在旁边的 不是那村军装的高个子青年 还能有谁 她看到我追了上来 不禁愣愣地望着我 不解所以的样子 我吼道 真是跑得比兔子都快 喂 你们穿走了我的衣服 给钱了吗 军装男子害臊得挠挠耳朵 看到他奶奶 哄了脸说 我还以为奶奶付了款 就跟他走了 老奶奶称怪地看了他孙子 说 喂 罗伟 我们在家里不是说好 你出钱你奶奶买些衣服穿吗 穿军装的青年干大了笑笑 然后从他的都里掏出一个钱包 把两张五十人的钞票递对我 脸上通红一片 她不好意思地说 小妹 实在对不起 一场误会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我找了十元零钱给她 还是有些不解气地说 如果是故意的 我就拉你上警局了 那老奶奶以一个劲地跟我说好话 我们真不是有意的 小妹 请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看到这祖孙俩诚恳道歉的样子 倒真的不像是来吃白食的 可能真是一场误会吧 军装青年拿着我找给他的十元钱 有些不安地说 这十元钱就不用找了 算是我们的一点赔偿金 我严肃地说 一档事算一档事 该找给顾客的零钱 我肯定不会欠你们的 我收到账后 就连忙转身讨去守着自己的店 也懒得再和他们啰嗦了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早上 我刚去市场打开门做生意 就看到昨天来我铺子里 买衣服的那位军装男子 手里提着一大袋橙子 足足有六 七斤吧 又走进了我的铺子里 他陪着笑脸 将橙子递到我面前说 昨天真的对不起 我和奶奶真不是来行天的 这是我家自己种的橙子 我专门递你送点来尝尝 算是我赔礼道歉的心意 军装清眠的一番心意 都弄得我不好意思了 我连连摆手说 既然是一场误会 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吧 你还对我送橙子来 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军装青年说 如果你不收下 就是让我和奶奶过意不去 这是奶奶亲自点你装的橙子 一大早她就催着我送来 我不得不遵你 我只好收下了她的一大袋橙子 说 那就真谢谢你和奶奶了 我们可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我叫宋维萍 欢迎你和奶奶 以后多来照顾我的生意哦 军装青年笑道 当然 当然 我叫罗伟 在西藏当兵 今年过年回家探亲 想不到能够认识你 丽品美女 我的脸有些红了 原来她还是一个西藏兵啊 我就不禁和她多聊了几句 从和罗伟的聊天中 我得知她是一个通讯兵 在部队上已经待了五个年头 二十四岁 家就在我们县城的郊区 与我家不过七八里的路程 我笑道 你一直在部队上 你朋友一定等急了吧 罗伟又习惯性地挠了耳朵 南威琴地说 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我说 你们当兵的 眼光一定都很高 罗伟抬头 望了我一眼 说 是你们女孩子眼光高 我们在部队上的 个个都是光感司令 没有女孩子喜欢 我们就那样一直闲聊着 又说到读过的学校 原来罗伟还是我高中的校友 只是他比我高了两届 我笑着说 那我要叫你师兄了 我们这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罗伟走后 我自己暗暗觉得好笑 一边整理着店铺里的衣服 一边毁灭着昨天的一幕 我也第一次碰到 如此真诚来道歉的顾客 过了两天 罗伟居然又来到我的铺子 这一次 他说想给自己老妈买一件新衣服 也让我帮他参谋 我笑说 这一次 你有准备逃票吗 他认真地说 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可能带那样的事啊 我帮他选好衣服 他却迟迟没有离开 反而坐在我店铺的小凳上 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恰好这时 来了一个老顾客 到我店铺看衣服 他笑着打趣我说 老板娘 今天你家老板也亲自来帮你手电 给你住站了 我的脸顿时就红了 称怪他说 你不要乱讲 这是边顾客暂时在这里细细脚 你真会开玩笑 我看到卢迟的脸也红了 我们默默地对望了一眼 都不好意思再开口说话 过了几天 卢迟居然又提着一大袋橘子和橙子 送到我的店铺上 我说 上次你送的橙子还没有吃完呢 他说 家里自产自销的 我上街 就剩到给你送点来 放得那慢吃吧 等到店里的人少了些 卢迟突然看着我 说 过了年 我就要回不对了 你能邮一个通讯地址给我吗 小师妹 我有些诧异地忘了忘他 但还是依他所愿 找出纸和笔 邮了我家里的地址给他 一个月后 我就收到卢迟从西藏寄给我的信 还有他了一张穿了军装的照片 他在信里说 小师妹 你愿意接受照片上这个男子 对你的一片心意吗 我们全连队的战友 都恳请你 给照片上的这个傻男人与机会 可以吗 如果你不愿意 就可以不用理我了 如果行 你就给我回一封信吧 我展望梦里梦外 都在等着你的回信 我看了照片上的人 忍不住一个人藏在房间里偷笑 然后我就拿起笔 又是欢喜 又是羞涩地给他写起回信来 我和罗伟就是这样相识了 然后通过一年多的书信往来 我们从相知到相爱 终于到了签订会约的时刻 我爸妈怎么也没想到 我先见招呼都没有打一个 居然就给他们找了一个当兵的女婿 他们等来三天两头都催着我去相亲 好早点找个对象回家 却提出我和罗伟都准备结婚了 我爸经了差点从吃饭的凳子上跌下来 罗伟回来休探亲嫁的时候 就专程买了礼物 起来我家提亲 我妈看了罗伟挺拔的身材 俊朗的面貌 还有他身上的军装 以及看到他准女婿 突然行了一个英姿勃发的军力 老妈的那一个惊喜啊 他接连跑去厨房 打开冰箱能好几次 总想着当拿点什么来招待他的准女婿 却每次都打着空手出来 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 老妈自言自语着 又忍不住还是问我 闺女 我这是要拿什么呢 现在 我和罗伟的婚姻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 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后 就被分配去了镇上工作 我呢 因为服装市场的拆迁 很多年前就没有在卖服装了 而是在我家附近开了一个老兵茶馆 到茶馆里来喝茶的 有很多都是当过兵的人 有的是罗伟的战友 大部分人却并不相识 但大多数人茶客都在部队上历练过 他们在老兵茶馆里喝茶叙旧 玩玩小牌 一起回味着他们曾经的军旅生活 罗伟在不上班的时候 就帮我守着茶馆 我则忙里偷闲 去找我的老姐妹们聚会玩乐 偶尔追求一下 属于我们女人的人生欢乐 我们的儿子读了大学 去了市里上班 在家里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属于我和罗伟两个人的 罗伟的工作比较清闲 所以家里大部分的家务事 我都让他来做 这个把他惹毛了 他就不服气地说 当初要不是你追出来找我 我肯定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做家务 懒惰成性的婆娘 我瞪他 呵呵 到底是谁坠谁呀 你用来讨好我的橘子 可不是我逼你提来的 也不知道是谁要了我的地址 写信来死缠烂打的 他愤愤地说 你的性格能弄温柔点 想当年 我们在西藏当兵 风里来 雨里去 坚守祖国的边疆 吃苦受累 身体大受影响 你应该好好慰劳你的丈夫 让我也能过几天享福的日子 是吧 我冷笑 炒菜做饭 不是很轻松的是吗 你们男人都这么说 怎么能到你亲自动手 就怨言连连了呢 这就是我和罗伟的日常生活 我们每天的争执 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 不管曾经的爱情 有多美好和浪漫 灰音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得也是拆你油盐的平淡了吧 不过 后悔吗 听他很自然地 换我一声脑太婆 将他的工资 如数上脚时 想到他 可是曾经的西藏兵 如今居然受我全城管辖了 我心里还是满足的 去过西藏当兵的人 还是很受人尊重的 我不后悔 自己嫁了一个西藏兵